一份披萨饼刚被端上来 汉克就把它变成了一家人的晚餐 并且这个蚁人的女儿凯西 居然还在外公日记的启发下 举一反三研究出了一套能探测量子领域的装置 然而当她的外婆珍妮得知 装置此刻正在向量子领域发送信号时 她却激动的上前 强行把装置关掉了 不过下一秒 装置上方却冒出了一道蓝光 紧接着 房间里的物品 连同一家人 就都被吸进了量子领域 在即将着陋的瞬间 以人穿上战衣 变大身躯 则把女儿保护了起来 从地上爬起来后 他们发现一个巨型生物正向他们捕来 可就在这时 三个怪人突然出现 便将巨型生物干掉了 而另一边 同样也来到了量子世界的这三人 虽然汉克跟霍普 对这魔幻的场景比较好奇 但对于这个曾被困量子领域30年的珍妮来说 这里却让他既熟悉又恐惧 因为当年他在进入量子领域后 他还遇到了一个 同样也被困在这里的征服者康 这个康不仅利用他的飞船 能穿越多元宇宙 而且他所掌握的知识与科技 至少要领先地球上千年 于是在珍妮的协助下 他们很快便将飞船的能量源给修复好了 然而就在飞船接通能源后 珍妮居然通过触碰到的飞船 感受到了征服者康曾经所有的过往 原来康不仅是多元宇宙的破坏者 而且他之所以也会出现在这 正是因为他在毁掉众多实践线后 被人把他流放到这里的 为了阻止征服者康的行为 于是珍妮穿上黄黄战衣 将能量源缩小后 就把其给取了下来 接着他掏出放大器 双手合并 则把能量源瞬间又变大了数倍 而征服者康也因为没了能源 永远被困在了量子领域 不过因为他的大脑太过超前 他居然通过先进的科技 成了量子领域中的霸主 并且只要是他认为的异类 就都会受到迫害 但如今蚁人他们 刚一被这些人收留 康的手下就向这里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父女俩想要逃走时 他们却被一个大头怪 把他们拦住了 而这个大头 竟然就是当年被蚁人 打入量子领域的达伦 随后达伦射出一发紫光 击倒两人 就把他们抓到了 征服者康的面前 在这儿 康之所以会认错蚁人 可能是因为康所说的人 应该是穿着量子战衣 回到过去送锤子的美顿 随后征服者康 还拿凯奇的性命 要挟蚁人去帮他把能量源 变回原来的大小 然而就在蚁人纵身一跳 来到了能源的核心位置时 蚁人此刻居然碰到了另一个自己 原来在当前的场景里 只要是有多少种可能 那么就会出现等量的蚁人 面对眼前的状况 虽然每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本体 并且有人还在慌乱中直接挂掉了 但由于这些蚁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那就是一定要返回去救下女儿 所以在众人的骑行协力下 蚁人借助人塔爬上去后 只见他抬手对着核心 就扔出了红色的缩小镖 可此时蚁人发觉 一个飞镖好像根本就没有作用 当蚁人快要掉下去时 霍普及时赶来 一把则抓住了蚁人 说完 众多可能也在此刻变成了一种可能 接着他们共同抬射飞镖 就让能量源变回了本来大小 这时珍妮也赶来 并劝说蚁人不要把能量源交出去 但就在征服者康出现后 他还是把能量源给夺了过去 即便蚁人跟霍普缩小身躯 想要上前阻止 可下一秒 随后珍妮则被康给抓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凯西这边使用手中的飞镖 放大一个 又缩小一个 接着他抬腿又是一脚 然后他利用忽大忽小的身躯 干掉守卫后 就把被康关押的其他人全都给放了出来 而另一边 就在征服者康准备启动飞船想要逃走时 变大身躯的蚁人却出现了 不过蚁人面对着无数飞艇的群体打击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眼看着蚁人马上快挺不住时 突然挤到蓝光闪过 那些被释放的人 则带着圆兵赶了过来 而这个看似没啥战略的果冻人 刚一冲出来 他就被康的手下把他打成了筛子 而与此同时 就在凯西边大身躯 一拳把达伦击飞后 蚁人这边也横冲直撞 将康的飞船打开一个缺口 并把戏给破坏掉了 不过此时被激怒的康 因为战力太过强大 不一会儿的功夫 众人就被他打得开始四三奔投 随后这仨人便跟康倒了起来 然而就在蚁人 把康安在墙上一顿暴水后 蚁人却还是被康一切击飞了出去 可他刚一说完 汉克便带着一群大蚂蚁冲了上来 原来汉克的蚂蚁们 在来到量子领域后 因为误入了时间膨胀区 在一天内 竟然进化出了上千年的文明 随后升级后的蚂蚁大军 则向康扑了过去 而战尼此刻 还趁机利用康的能量源 打开了一个能返回现实的虫洞 然而就在他们纷纷离开后 蚁人却还是被康偷袭了 并且这个康 居然也想利用虫洞逃走 可当康拽着蚁人 将其撞向能量源时 只见蚁人拿出一把皮膜粒子 就扔了进去 仰看着能量源就要被炸毁 撒腿就跑的康 还是被返回的祸谱 又把他给拦住了 可就在蚁人上来一拳后 征服者康竟然被能量源给吸了进去 虽然量子领域里被流放的康 看似被消灭掉了 但在另一个时空里 却出现了另外三个康的变体 那么有谁知道 他们分别都是什么康吗 知道的可以打在评论区 就会打在评论区里面